自信不良百病伸 我的健康要靠自己 我们的耳朵是对到我们肩膀的 那如果你长期低头 脖子变得越来越前面了 这个耳朵跟肩膀这个差距就出来了 当我们一直在 保持这样的姿势的时候呢 组织会开始发炎 增生 富贵包就慢慢会形成 这个年轻的妈妈呢 它竟然会有富贵包 因为我从小都长比较高 然后那时候带小孩的时候 我就是每天都是一直这样往下看 压力都是一直放在你的肩颈 不知道什么 说真的 这形成这样子的富贵包 很明显 而且这个就是标准的 富贵包加乌龟颈 大家好 我是亚包 欢迎收看 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 为什么我的肩颈老是酸痛 脖子卡卡 说到这个问题 观众朋友 你是否觉得你身边还是你自己 有所谓的水牛肩 或者是富贵包 甚至所谓的乌龟颈呢 那这到底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症状 那么有时候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 我们赶快请我们的好朋友专家 来个神救援 好 首先我们要欢迎是我们的中医师 王秉仁 中医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生活保健达人 Lawrence 欢迎Lawrence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Lawrence 谢谢 好 大家注意 如果我们不要卡卡人生 请注意看为什么我们的肩颈会酸痛 揪出肩颈不是的一个元凶 那么这三大习惯 观众朋友是磨杀我们肩颈的最重要的敌人 好 包括你是不是常常垂头上进 这就是低头足 再来就说越看越前是电脑足 另外Y7扭巴的沙发足 我们都以为说就是好像这个脖子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们好像做奇怪的姿势 因为头感觉上也没有多重嘛 从这个研究调查 大概平均我们一颗头大概是5.4公斤 但是很特别哦 其实跟我们前颈或者是低头的这个角度 会其实会造成我们脖子在支撑这个重量 其实有很大的落差 如果我们前颈大概15度 头呢已经要支撑16公斤了 那其实你每往15度累加码 当你30度的时候就18公斤 当你45度的时候其实已经22公斤了 可是如果你是低头足60度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27公斤 相当于支撑你四个头的重量 难怪那时候我们在整理一些资料 有没有写说你是不是在身上养小鬼 所以这小鬼是指小朋友 对啊 就是你只要在60度的时候 你低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做捷运的时候 那你就一个小孩子背在你身上 对啊 你这样子低头看的时候 其实差不多就是60度 这个时候你等于是背了一个27公斤在身上 那你先想想看你的颈部有多么的累 哇 好可怕 这么鲜瘦的脖子要承受这么大的伤害啊 是啊 其实真的颈部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你看我们的呼吸要透过这个颈部的气管传 对不对 我们很多的食物要透过食道传 颈部其实它的精密度远超过你的想象 但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就是说我们都只有在使用它 从来就没有想过来去照顾它 所以难免就很多的问题会产生 除了我们讲这个三大的一个习惯 谋杀你的肩颈问题之外 还有注意危险的动作 王医师要提醒我们 刚刚我们Lawrence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颈部呢 如果越弯曲的时候呢 这个脖子受力越大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钓鱼的时候 很像拿一个钓杆 对 那你这个钓杆垂得越往前的时候呢 你的手的受力就越大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一个 钓杆原理的概念 那我们比较NG的一些行为 大家看到像是这个快速转头 或是说搭车的时候这个镀骨 那快速转头呢 这个大家会比较想要去做这个转头的动作呢 可能是因为你的肩颈的不舒服 可是王医师快速转头 我们转头不就很自然吗 怎么叫快速呢 快速转头就是说我们可能肩颈 可能有不舒服或是绕枕的时候 你很想要摆脱这个很不舒服的状况 你就会想要去拉它 对 那其实这样子很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肌肉会去拉伤 或者说你本来可能有这个椎间盘突出 或者说你脊椎已经有一些滑脱的这个状况 这个椎体之间不太稳定 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呢去加重 所以这个是大家第一个要小心的 是 那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做一个动作就是 我们轻轻的把头转一边 然后这样子轻轻的拉脖子就好了 掰哪一边都没关系 就是哪里酸就是可以拉哪一边 如果比较痛的话 可以先做一些热服再来做拉伸 第二点是我们可能长辈 这个利用假日 或者说平常这个三五好友 烧酒来去吃饭 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大家可能进香团 或是旅行团 这些我们可能要搭车搭很久 那这个车子在晃动的时候呢 这个脖子可能就因为这样受伤 其实不只是长辈 不只是长辈 像我们那个上班族 很多人都坐在那个节日上面 都不知道睡到哪里去 他也在度过 像这个也是会造成肩颈的伤害 是啊是啊 如果是这个 包括我们是在车子上睡觉 那如果说我们在家里躺在床上睡觉 这也有可能 最常见的就是绕疹 那其实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 我们平均每个人大概会翻身大概20次 所以我们没有很 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这个睡姿 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呢 可以观察说 你是习惯是测睡的 或是你是习惯平躺的 那如果我是测睡的这些朋友们 那我们建议就是 我们枕头可以稍微高一点 大家我们头部的侧面到 这个肩膀这个宽度 为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 那如果说你是平躺的话呢 那建议就是用比较薄一点的 这个这个枕头这样子 那记得就是要枕头的时候呢 就是要 不要说只有垫到头的部分 这样你颈部是一个悬空的状态 Lawrence你之前还没有选到好枕头之前 是不是也常常会落枕 其实呢我觉得我 就是很容易伤到肩颈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很喜欢就是 中午有些时候 一直之间趴着睡 趴久了真的会 脖子很酸痛 而且你会莫名其妙的 这个就是累积下来 还有可能就是因为 我们常常在上课嘛 上课的时候 头就会不断的往前倾 因为你想要跟这个 就是学生互动嘛 那有一次我突然 就是一前倾 痛到受不了 后来才发现是滑脱 后来又滑脱 就去给医师看嘛 他就跟我讲说 哇没有办法 你除了就是 我帮你调整回来之外 就是要常常来掉脖子 所以你现在就是 从最根本保养来解决 然后找了很多的 这个小办法 小舒缓的这个方式 对老师看医生也不是 是啊 也不是办法 所以要请教王医师 刚刚我们讲 如果你的姿势不良的话 其实也会 无形当中也在减瘦 那么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这个资料 就如果你的肩颈痠痛 其实不单单 只是痠痛的问题 而且他还有可能潜藏 你忽视了一些致命的危机 包括像椎间盘的突出 颈椎的狭窄 还有甚至肿瘤 王医师 我们比较小心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神经的病变 那神经的病变 它可能是 神经受到这个压迫所造成 像我们的椎间盘 如果有突出的状况 那这是其中一种可能 那主要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 长期的这个姿势不良 导致我们椎体跟椎体 椎体之间的这个椎间盘 那它的这个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之后呢 就有可能突出 那这是其中一个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颈椎狭窄 那颈椎狭窄呢 就是说颈椎 它的这个椎管 那随着这个可能骨刺增生 或者是它周边这些韧带 可能已经硬化或是钙化 来让这个椎管变得狭窄 然后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关节炎 那这些发炎之后呢 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 来产生这些 这些神经的这些病变 那主要是我们的手会觉得酸麻 酸麻的部分会从这个肩颈 一直传到手 所以是脖子惹的祸 对 其实是从脖子过来的 OK 还有一个就是要更小心 就是这个肿瘤的部分 那如果刚好不幸呢 我们这边长一个肿瘤 一样会去压迫到神经 导致到我们这个手 可能酸麻 胀痛这些部分 开始会产生 那最后一个就是 焦虑症 就是神经它是从脊椎骨的 旁边的孔洞出来之后呢 其实会穿过我们的这个颈部 侧面的这些肌肉 所以当你焦虑紧张的时候 你肌肉都是 你的肌筋膜都是比较紧张 甚至有一点这个微发炎的状态 都会刺激到我们这个神经 所以我们这边常 肩颈酸麻 胀痛 这个也是要考虑的一个 考虑的一个原因啦 那如果你长期低头 脖子变得越来越前面了 这个耳朵呢 跟肩膀这个差距就出来了 当我们一直在保持这样的姿势的时候呢 组织会开始发炎 增生 富贵包就慢慢会形成了 好 那现在我要请观众朋友 还有两位专家 一起帮我来看这张图片 这个有没有有点像富贵包 快要像富贵包了 这个的话它可能比较突一点点 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非常典型的 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是不是 富贵包 放起来 是吗 是这个在医学上 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上交叉症后群 也就是说我们 我大概做一个示范 就是说我们长时间的 例如说我们看电脑或看手机 本来我们的耳朵是对到我们的肩膀 那如果你长期低头 或是看电脑 你脖子变得越来越前面了 那你这个耳朵呢 跟肩膀这个差距就出来了 当我们一直在保持这样的姿势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脖子 这边除了受力很大之外呢 组织会开始发炎 会开始有一些 组织增生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富贵包就慢慢会形成了 那另外呢 我们所谓的乌龟颈就是说 我们脖子这样一直往前 对不对 那我们的这个脖子就 角度就变得比较直 乌龟头伸出来之后缩不回去了 对对对 有点像 不想说你要当缩头乌龟 你这时候的头可能缩不回去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们要当这个 要当缩头挺胸 对对 我们要抬头挺胸 缩下巴 所以抬头挺胸也要加缩下巴 那像水牛腱的话 水牛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的脖子往右往前 雄壮威武吗 所以我们的背也会跟着要驼 厚重 对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就是说连带的姿势 你不会只有脖子往前 你的背也会 可是这样就会变 会不会到驼背 是吗 会到驼背 对 就是有点像 圆肩驼背这样的状况 Lawrence 我觉得那个 富贵包很多是不是都是因为 长期工作劳累造成的富贵包 对啊 除了工作劳累之外 还有就是因为 其实如果大家有做家事就知道 比如说你洗碗的时候 你就是会往前请 对 你很难这样 难免难免 对啊 不可能吗 交给洗碗机 没有啦 好啦 我只是举例说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生活习惯 都会让你不知不觉 有一些颈部问题产生 那我每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怪我自己 原来就是我没有好好的照顾它 不过我请到王医师 像这种富贵包水牛肩 乌龟 请它是症状不是病吧 是可逆的 不会认为说它是一种病 会比较像是一个 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状态可以经由 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上的调整 可以去改善它 所以要怎么样告别这种肩颈酸痛 我目前列出几个方法 包括了毛巾拉筋 就是毛巾操吧 对不对 毛巾操 按摩推拿 这是懒人的舒缓压力的方式 花钱找舒服 对 医疗院所掉脖子 是 对 其实基本上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你们现在所看到这些我都试过 毛巾拉筋其实是我去看 中医科的时候 他建议我这样做的 而且还有教我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运动啊 帮助我做颈部的舒缓 那事实上还是一句话 就是有做有效 可能没做没效 还有就是你要坚持 可是到底坚持多久很难 你知道 有些是你一忙的时候 你根本会忘记 然后而且就是效果改善 没有那么明显 那按摩推拿不要说了 就是你在按摩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大力 还是多小力才有效 有时候他就会告诉你 你要忍一下 你要忍一下 我在帮你按摩 然后讲的其实很像 很有恢复力 你最近压力好大 肩肌好硬 我大力一点帮你按 哎呦 会痛耶 会不舒服 那掉脖子 我觉得其实是有效 就算复健 复健 对 他就是 因为医师就跟我说 我一次要半年 然后你就是 每个礼拜要两次到三次 而且你知道 我有一段时间 偷来没去又复发了 所以我就在想 有没有什么方式 是可以让我在家里面 就可以比较轻松的 去舒缓他 其实石油所闻 就是说去按摩 反而把命给丢掉 怎么了 之前有一个患者 他说他去给这个 整体师傅整体之后 他当时觉得他肩膀 这个肩颈这边 非常的疼痛 那他就不以为意 就回去睡觉了 那隔天起来发现 这个手脚已经麻掉 然后没有办法起来 就赶快送到医院 那才发现在这个按摩的过程中 去让他这个颈椎已经受伤了 甚至他最后呢 就是需要去开刀 把这个椎盘做一个置换 然后再做脊椎的 这个固定的手术 那我们脊椎的中间 它有一个叫做 椎动脉会从这边穿过去 那如果说我们 这个按摩的太大力 或是说我们整体的太大力 可能会让这个血管 有一些破裂 或出血的这个风险 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 对 我不知道 两位专家的想法如何 但是我们周遭很多朋友 我们常常听到他说 他的肩颈 怎么舒服 就卡卡不顺 或者是他长骨子 可是他又怕开刀 怕去治疗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怕说 万一开了刀之后 不是常常有听说会瘫痪的吗 所以又很害怕 但是又没有保养 那这个问题就一直不断地 在那边绕绕绕 那怎么办呢 赶快来保养一下 我们来看看 Lawrence的神救援 这个年轻的妈妈呢 她竟然会有富贵包 因为我从小都长比较高 然后那时候带小孩的时候 我就是每天都是 一直这样往下看 压力都是放在你的肩颈 不知道什么 说真形成这样子的富贵包 很明显的 而且这个就是标准的 富贵包加乌龟井 好 怎么样摆脱肩颈的酸痛 今天这个话题 大家都非常的有感 所以要赶快请我们的Lawrence 她多年的经验 找到一个神救援 那我们要请这个平常三不五十 照顾小孩很辛苦的 这个酸痛妈妈美珍 来帮我们体验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年轻的妈妈呢 她竟然会有富贵包 你看 她这个后面 好明显 扣起来 你刚刚说什么 是因为你比较高 对不对 因为我从小都长比较高 然后那时候带小孩的时候 我就是每天都是 一直这样往下看 然后常常抱小孩的时候 因为自己有以前没有运动的习惯 核心无力 所以就等所有的那个 你的压力都是放在你的肩颈 包括刚刚你们 主持人有分享说洗碗 像我身高比较高 然后也是往前弯 所以就是久而 不知道什么 说真的 形成这样子的富贵包 很明显 而且这个就是标准的 富贵包加乌龟井 所以Lawrence这个 神器对不对 神救援 其实我自己在找这一个 就是要帮助我舒缓的时候 我会希望它是多功能的概念 最好是同时会有一些乐敷 或加上一些按摩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帮我 做一些颈部的运动跟拉伸 我觉得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最恰当的 因为这也是 我去看医师的时候 医师告诉我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就是它的设计上面 刚好把我需要的四种功能 都特别设计了 而且我觉得它设计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它可以针对 各种不同的颈 就是我们的颈围 然后颈高都去调整 所以它做了一个活动的 这个魔鬼毡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颈围 出息来调整 前面这个其实是 它在设计上是避免你 就是在讲话 或者呼吸上面不顺畅 所以你会发现 它有一定的缝隙 那其实完全固定了以后呢 我觉得它的设计 让我觉得使用上面 也好简单 首先就是按一个电源键 电源键一打开之后呢 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有四个功能键 有没有发现 其中一个叫乐敷 这我们很需要 对 而且我觉得它乐敷设计上 也很贴心哦 它这个是分成 40度跟50度系的乐敷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子 我觉得它要乐敷 是因为它要让我们的 整个肌肉先放松一下 因为热脏冷缩嘛 先松一下 第二个我觉得它设计上 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它本身还有做一个 叫做 气动拍打的一个 律动按摩方式 你想想看就是 它在乐敷的时候 如果可以顺便帮你 把这边的肌肉 透过一些气动拍打的方式 给它舒缓 我觉得会更放松 美生现在热起来了吗 有拍打了吗 我觉得那个热起来 跟那个拍打一下 你就眼睛很想要闭上来 舒服 对 放松 很放松 热敷加上这个 刺动拍打按摩 我是觉得一个 很舒服的方式 一定要这么舒服 为什么呢 紧接着它开始 要进行拉伸 其实它的设计上 我觉得它也很特别 它有两个模式 一个叫AI抒压 为什么叫AI抒压 那我按一个大概看 一旦按下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马上 在做这个冲气 然后呢 它开始去侦测的脖子长短 然后选择一个 最适当的高度 之后确定了 它开始会帮你做 左拉伸 右拉伸 上拉伸的方式 左右这样 而且它这个是很轻柔的 我觉得它设计上面 到我最舒服的方式 它是很温柔的方式 帮你慢慢往上拉 这个动作有点像是 我们自己在做运动的感觉 就是我们平常都知道 我们脖子 其实是要一些 舒缓性的运动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那透过它来帮你做 被动式的运动 所以美针 现在有在左右 有 然后往上 它其实会有稍微 稍微往左 对 稍微往右 很轻柔 但是我的脖子是可以不动的 对不对 就是它动就好了 就是你完全把脖子交给它 然后我建议就是 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 最好就是 背部靠在椅背 然后完全放松 然后你就把脖子交给它 让它帮你动 然后它自然会依照这个 就是你的脖子情况 去设计一个疗程 然后高低 然后给你15分钟的感受 对 我看它好感觉有个气压 在上上下下 因为它随时在调整 因为你在 你往左拉的时候 这边比较高 所以它这边就会拉高一点点 这边就会拉低一点点 所以它就会高高低低 随时在帮你依照你的脖子长度 再进行调整 而且它设计上面 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 它其实可以加强力度 你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 当然我建议大家 使用的时候先从 最轻柔的方式开始 然后你可以每个礼拜 逐渐加强 像美针现在 它在体验的 AI抒压就是零段 你看零段就这么明显了 对 所以其实它可以针对 就是你的各种问题 去帮你舒缓放松 而且可以跟到 不同的力度去选择 还有一个重点 它也有除了AI抒压之外 如果你是纯粹只是想做 拉伸动作 你也可以选择 就是纯粹拉伸 而且它的纯粹拉伸 它有分三个力度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就是 每8秒休息4秒 第二个力度就是 每16秒休息8秒 第三个力度就是 每32秒休息16秒 所以它就有四种功能设计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很棒 所以它可以同时进行 也可以同时进行 也可以单独进行 然后又可以选择时间 又可以选择段速 它就是15分钟就停 它为什么 它其实希望你15分钟的时候 就停下来 放松舒缓一下 喝杯水 然后继续再做第二次运动 跟放松 真的是很聪明的设计 而且我觉得它设计上面 又很简单 所以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 在使用的时候 她很怕那个操作界面太复杂 对 没错 因为太复杂 它们会记不起来 简单讲就是它有一些 就是它应该就是防呆 防呆设计 然后简单的 其实短的不用担心 它本身比较怕的应该是它的长度 如果太长怎么办 所以它做了一个加强版的 这个就是脖子的这个长度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你本身脖子长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把往下压 然后套着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脖子粗的人 我也觉得它设计蛮棒的是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加强 这个一个加强版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脖子的粗细 它是靠这个 所以是要松一点就对 对 你就可以把它粘上去 像我可以举个例子 你就可以加强粘上去 对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去调整的松紧度 然后它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已经蛮贴心的 为所有人的思考 你的脖子粗 脖子细 脖子高 脖子低 然后呢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放心交给它 其实我们只要酸痛的时候 大概就是贴贴膏药 涂涂抹抹抹的 事实上呢 很多人会不知道 到底用什么方式来保养脖子 有些人会买一些 像是紧布的按摩器 然后或者是他自己会乐乎 或者是有一些像 推拿棒 但这些其实都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是你要靠自己去动它 使用它 而且它没有办法 四合一同时设计 因为你都知道 其实脖子它需要的 除了是乐敷放松之外 我们更需要 有效地去运动跟拉伸 因为这个动作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 把可能之前所累积的一些问题 进行一些舒缓跟改善 但这个动作 其实一般的按摩器 可能做不到 所以那时候 我在找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 有没有什么方式 是让我这些都可以做到 因为我也不想要一次 买太多东西 因为太多东西 其实你会浪费 所以如果可以四合一 我就觉得很棒 所以我觉得它设计很棒 就是它四合一了 把所有你想象到 脖子该需要的部分 你会遇到一些问题 或你需要的 对的功能 它都帮你绑在一起 所以你使用上 就觉得很方便 感觉怎么样 富贵豹有没有 消了吗 没有 可能它需要一点时间 循序渐进 对啊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运动 加上放松舒缓的设备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 除了其实在脖子 在舒压的时候 其实全身应该也都放松了 我刚刚其实在暂停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 眼睛有点张不开 因为太放松 好想睡觉 对很好 因为妈妈 当那个妈妈真的很辛苦 因为平常可能 常常躺在床上 但是肩紧太紧 你就会觉得 翻来覆去都怎么样 都睡不着 对 而且这边松了 应该肩膀也会松吧 是啊是啊 它其实在做这个 气动拍打的时候 我觉得它不算 不错的地方 就是说它同时有帮你 把这个颈部的放松 一起拍打到 所以其实当你 把它拿下来之后 我觉得它有一个副作用 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你拿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你脖子好像变长了 而且你的这个 薄纹的那个纹路 好像渐轻了 我刚刚看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觉得它好像 有点可以帮我们 拉提那个脸 对 就是就帮我们拉伸的感觉 其实你可以明显看一下 它的 反正我每次使用完 都觉得我的薄纹 好像薄纹好像有比较轻一点 因为它在帮你拉的时候 是这样子往上拉 以前就是觉得 真的好像有一个小鬼 坐在你的肩膀上 现在就觉得 嗯 它走了它走了 真的真的 就不怕再做的小鬼了 因为我们其实难免 习惯要导症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 比较聪明的方法 是 hold住健康 也找回健康 特别是我们辛苦的上班族 或是我们碰到的 肩颈推化一些问题 希望今天 我们的观众朋友和我一样 还有美珍 都能够受益良多 谢谢王医师 谢谢Lawrence 谢谢美珍 小朋友 您在收看同时 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 别忘了 上我们的 乐活so much粉丝团 还有要追踪 订阅我们的YouTube 乐活so much 乐活so easy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 感恩 有一种放松叫全身放松 有一种睡眠叫深层睡眠 而有一种舒适 就叫做颈舒适 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颈部有多重要 它其实每天在支撑我们 呼吸 喝水 吃东西 支撑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动作 让我们可以很安心的 快乐的生活 可是我们常常在使用颈部的时候 却忽略要保养它 所以难免会造成很多颈部的一些 酸痛 疼痛等等的问题产生 从今天开始 大家有一个可以舒缓放松的方式 来帮助你做颈部的按摩 帮你做颈部的乐敷 同时帮你做颈部的拉伸 而且在拉伸过程当中 还可以让你充分地享受到 通过AI的方式 调整你颈部的高低 选择最适合你的放松方式 帮你进行调整 就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全新安美的颈舒适 就能帮大家做到这件事情 它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直接把脖子套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活动的松紧带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调整你的松紧 上面这边还有一个部分 主要是因为担心你在做 这个拉伸的过程当中 可能不够紧 因为它希望保留一定的空间 可是又希望有足够的支撑力 它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大家记得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记得把电源打开 打开以后 电源打开会发现 还有红色亮灯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下面会有四个按键 我刚刚说过 还有四种功能都在里面 它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可以同时单一功能操作 比如说 我今天不想做拉伸运动 我今天不想做 这个气动拍打按摩 我今天只想要做乐敷 你可以直接选乐敷就好 当你在进行乐敷的时候 后面就有一个乐敷棒 它就会顶出来 完全贴近你的脖子 开始进行乐敷 而且它乐敷设计上面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 它有两种乐敷功能 40度跟50度C 可以选择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乐敷效果40度就好 冬天的时候选择50度C 所以你可以依照这个部分来选择 第二个你可以选择 同时气动拍打按摩 这种它有按摩的同时 它可以再加强放松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 我们的AI抒压模式 一旦进入到AI抒压模式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开始会进入到冲气 我们有四颗气阀 一冲气之后呢 它会上下去调整 选择你的脖子长度 选择一个最适当的高度 来帮你做我们脖子的拉伸运动 同时在拉伸的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同时享受到乐敷 也可以同时享受到气动拍打 而且它拉伸很舒服 可以左 可以右 可以上 可以下 另外还有一个很棒的重点是 它还可以加强力度 可大可小 由你选择 另外呢 这个设备它通过我们的 这个CE跟FCC的认证 安全无余 使用上面不用担心 会有任何的风险 您只要记得量力而为 按照你自己使用的这个力度 选择大小就好 同时呢 它每15分钟就会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建议一个运动 舒缓放松疗程15分钟 停下来之后 先不用急着做第二次 你可以再喝一杯水 再按第二次 做第二次的时候 一样可以选择你所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从今天开始 想要让自己的颈部 被好好的呵护 好好的照顾 享受颈部被温柔的 对待的情况之下 安美全新开发的 颈舒适 将可以达到 您所需要的功能 四合一功能 从今天开始 立即享受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这次所分享的商品 安美颈舒适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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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